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748 大家好 今天是7月4号 看到74这两个数字时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在日本的话 一个是很好的数字 一个是不好的数字 那在中国呢 在中国74和去死的发音很相近 所以在网上和朋友聊天时 如果朋友说了什么让自己不高兴的话时 大家马上会回 748 意思就是748 这个大概和日本39式3Q的用法一样 这样的一些数字的用法又有意思又地道 学汉语的大家应该记住一些 大家还知道什么别的有意思的数字吗 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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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